哈喽 哈喽 我觉得所谓的开窍可能是 慢慢的一种自信和一种松弛 你就得慢慢拍 一步一步地去积累 然后慢慢别人觉得 你可以的时候 别人自然会让你去把更复杂 更好的角色交给你去诠释 所以已经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 我自己觉得现在状态还挺好的 不管从体能还是心理上面 我觉得就是抓紧时间 然后好好拍作品 观众是要刻意买票 然后坐在电影院里面 看你两个小时左右 所以我希望每一次的表演 我希望是你自己能推一层皮下来吧 我觉得还是感谢吧 感谢作品都那么顺利的上映了 然后还有那么多观众喜欢 喜欢这些影片 我就真的还挺感恩的吧 是不是也要感谢一下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付出 还是自己应该的吧 对我就是学这个 我觉得就是越来越松弛吧 然后更稳一些吧 普遍的我觉得就是面对 面对每一部自己每一部作品的态度吧 我觉得特别是现在开始拍电影 我喜欢电影 因为观众是要刻意买票 然后坐在电影院里面 看你两个小时左右 就在一个这样的空间里面 所以我希望每一次的表演 我希望是你自己能推一层皮下来吧 不浪费大家时间 对我进行电视 其实还挺满 其实挺超出预期的 因为没有预设 就是在接这个戏 或者接这个角色的时候 没有预想过他以后会怎么样 其实当时就是单纯的觉得剧本好 剧本喜欢 然后角色有共鸣 然后就去接了 然后去演了 然后最后能收获比较好的 呈现的效果 我也挺开心的 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种鼓励吧 我一直就还挺有压力 因为给观众带来好作品 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一直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好 然后能够排出更多 有意思的人物 然后有意思的作品 带给大家吧 对 其实是 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引人的聚会 姑娘有真的很多很多很优秀的演员 然后有很多很优秀的前辈 所以跟他们一块去感受这个电影人聚会的这种氛围 其实就很开心了 难不难讲是意外的事情 我自己觉得现在状态还挺好的 不管从体能还是心理上面 我觉得就是抓紧时间 然后好好拍作品 因为表演这个事情其实挺难的是 就是不是你努力 或者是你预想 就是你能一定就能达得到的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艺术 其实它不光是你自己一个人 你多努力 你的决策就有多好 其实是大家所有人的努力的一个成果 所以我后面也是争取能找到更好的人物 更丰富的故事带给大家吧 选择更多了之后 我就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故事 观众可以自己去挑选自己想要看什么样的故事 我还挺喜欢这种类型的电影 对 然后这次刚好也有机会挑战这个类型 还挺开心的 我觉得一个是故事类型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何飞这个人物跟我以往 塑造觉得还挺不一样的 对会的 只要决策需要吧 我觉得它只要需要 我就会吧 我就会去做 其实不太一样 像潘迪者里面 它时间跨度非常大 但是潘迪者其实是整个是顺着时间线一致在走的 但这回这个 他的跳进跳出会更快一些 不管从人物状态 还是从他的心理活动 还有他表达出来的表达方式 何飞都还挺复杂 然后挺丰富的 我觉得就是会很有活力 然后大家就还挺有拼劲的 然后在现场的时候 大家因为都是差不多是同龄人 就是大家沟通起来 就会更直接一些 因为演员和导演之间的交流 对我们会经常沟通 然后经常商量 我觉得其实我们从学校开始的时候 观察生活捕捉生活是我们一直也在注意和自己训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也是在这么多年当中不会惧怕走出去 要出去多走 都哪怕出去旅游 然后多去感受生活 从生活中去捕捉一些生动的东西 然后带到荧幕里 带到角色上面 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开窍 但是现在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这么多年拍下来 我觉得所有的开窍可能是慢慢的一种自信和一种松弛 就是你可以自信的去表达自己 松弛的自信的在完成角色的时候让角色更松弛 然后更多面一些不那么紧绷 其实那种焦虑感其实就是刚毕业的时候会有 因为你刚毕业的时候会有这种落差感 我当时向往的出来的时候我要拍电影 我要拍好的戏 但是出来之后你发现其实你没什么 就是别人也不会因为你是电影学员毕业的时候 你马上就能就是马上挑选你去演一些很重要 你所之前你想要拍的那些优秀的作品 所以那一瞬间会有一些落差 但是一旦想明白之后你作为男演员那你就得你接受这个现实之后 你就得慢慢拍一步一步的去积累 然后慢慢别人觉得你可以的时候 别人自然会把更复杂更好的角色交给你去诠释 所以已经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 我有时候回想这件事情 其实我还挺感谢上学的四年的时间 一是在学习表演 二是在想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 你有四年的时间想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其他的对我干扰 其实不是很大 我一直还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我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 之前采访我也提到 其实刚开始我没有想到演员 是我妈非要我去考 然后考完了之后就上了电影圈 运气很好就考上了电影圈 考上电影圈之后也是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表演真的挺有意思的 你把自己自身作为素材之后 你把自己变成任何另外的一个人 然后去体验他的生活 整个人生轨迹跟你完全不一样 然后你突然找到了一个 宣泄自己的情绪的一种方式 逐渐就挺喜欢表演 这个就很难假设 如果没当演员会是怎么样 我也不太知道会怎么样 当演员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增加了很多维度 你可以体验各种不同的人生 确实是体验到了 你也尝试了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 因为只有做演员这件事情才能可能去这样做 慢慢来才最快 跟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还挺贴近的 我觉得什么事情你慢慢来 其实你不管是在你学习还是工作 还是你生活中慢慢来 其实你会更稳当一些 然后也会更扎实一些 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它会更快 你会少走很多弯路 我觉得其实结果重不重要 重要但是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整个过程 其实你慢慢来的整个过程等你年纪大了 你回想的时候 这个过程其实是你值得回忆 并且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三十而立 我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 我现在还是在尝试 然后在挑战 然后在事业上也是 其实我没有给自己做太多的规划 说我一定要怎么样 或者我一定要在事业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我没有太多规划 然后期待到时候到40岁看会不会不复复